仅用一个泡沫箱 几个一次性杯子 将你在家种出巨大的生菜 一家人吃都吃不完 我们拿出一次性杯 在底部戳上几个小洞 周边也要划出一些横线 现在要找来一个泡沫箱 在它的盖子上打出大大的小洞 相信我 这样能让你接下来的种植更加方便 现在我们要培育生菜种子 拿出在路边捡的培养器 捡不到的可以用装鸡蛋的篮子替代 往培养器里面加满营养铺 或者用成品营养铺 用棍子在土壤中拔出一个洞 为确保发芽率 播种时可以撒下两粒种子 种子全部播下后 拿出祖传喷壶浇上水 接下来就浇给时间了 十天后 小生菜已经成长 我们把所有生菜取出 准备移栽到一次性杯子当中 杯子下方可以先垫上一层营养铺 等生菜苗完全放进去后 再用土壤全部包裹上 现在我们要往泡沫箱里加水 这样等装有生菜苗的盖子合上后 就可以无限吸取水资源 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用喷壶 往生菜深叶上撒点水 15天后 生菜长高了不少 现在属于生长关键期 我们要确保水源营养充足 往泡沫箱子里加水的同时 还要补上一些水培营养液 到了第27天 生菜叶子已经长成有巴掌大小 看看这新鲜硕大的生菜 想吃了就来摘 这种纯天然无公害的蔬菜 就是放心吃